搖滾院影響了很多人的生命 最近有一个搖滚名人展 展出超过500件珍贵的搖滚收藏品 包括台湾搖滚音乐史上最早的音乐盛世春天呐喊 它在1995年第一届的录音带 还有手工制作的入场手环 还有闻下珍藏的吉他 在四五十年前一把吉他要价一百万 来自排湾族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 唱起这首二十年前的摇滚经典 两人说在POP助唱的七八年期间 每天都要唱 堪称摇滚活歌 动力火车受邀在摇滚名人展现场演唱 展览邀请了三十组摇滚乐手 超过五百件摇滚重要物件 游秋新贡献了他在1992年餐厅助唱时 买的第一把吉他 上面还有签名 齐琴 在1992年的时候签的 我们那时候在台南演唱 然后我就请这个齐琴帮我签 非常有价值的一把电吉他 他本来只有两万九千块 绝不 对 现在变两百九十万 没有啦 开玩笑 有关台湾的摇滚故事 时间要回到五十年前 宝岛歌王文夏 创造了台语音乐盛事 当年收藏的吉他 一把价值台币一百多万 后来台湾成为美军基地 带进大量西洋摇滚乐 这是以猫王为名的路牌 以及两岁猫王当封面的黑胶专辑 80年代 经济起飞 POP崛起 培育众多台湾摇滚乐手 动力火车回想当年 唱POP的年代 发生许多很难忘的事 曾经有遇过那种丢钞票上来的 那钞票是捆住可能几千 两三万这样 然后突然就上来 不好意思 我本来要丢兵了 丢错了 1995年 两位当年才24岁的阿兜阿 在墾丁举办第一届春天呐喊 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音乐祭 这是第一届春娜 纯手工制作的入场手环 当年歌手们报名佼佼的录音带 至今还保存得非常完整 卡路卡是以此目标而生的 就是它不是那么单纯 以咖啡兵作为开始 你在这里表演或者是说我们友好的场台 有很多也是我自己喜欢的音乐 台湾摇滚乐团兴起 Lifehouse的时代来临 1976的主唱在台湾大学附近 开了咖啡厅海边的卡夫卡 展场里的桌椅 刻意复制咖啡厅里的场景 它的楼下是Lifehouse河岸留言 吴岳天曾经在这里的音控台 留下私房签名 展场里也复制了这个调皮的证据 台湾的音乐历史中最特别的是零声响 它用一把乐琴和交工乐队 组织家乡的美农凡水库运动 使用传统乐器结合现代摇滚乐 创造了客家新民谣 台湾摇滚50年用各种语言 唱自己的歌 给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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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